Hello 大家好,今日跟回一些不知叫什麽 是跟三宗全会有关的,是跟习近平出访有关的 你都可以讲,是为什麽呢? 就是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有一个新的跡函出现了 第一次由官方的渠道出来的 于是引起很多种猜测 甚至上差不多半年前已经有消息讲 三宗全会裡面会不会有人事变动呢? 甚至上当时的传闻,到现在都是传闻而已 就说彭丽媛会进入政治局,跳下去,最少两级跳 最少都行,而这一个就是审慎处理也好,有不同意见也好 于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是取不得共识, 于是便拖着三宗全会,所以当时有人是估, 三宗全会往后拖,除了经济政策未谈好之后, 人事布局很可能都是一个延后的原因来的, 现在这个传闻是官方证实了彭丽媛的新的职务,是什麽呢? 就是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核委员会专职专职委员, 这个就证明他退了解放军的学院等院长职务之后, 这个是新的了,所以大家就估了,大家是估的, 那彭丽媛会否在其他纲委事务上发挥他的作用呢? 大家都没有答案,因为现在这件事只是有他的新职涵, 所以无论怎样都好,大家都值得继续观察。 好了,一讲到这裡的问题来讲, 大家就首先看看这个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核委员会, 是什麽仪器的机构来先,原来是2016年才成立的, 即是2012年习近平上台,做总书记军委主席之后, 他一上台就抓军队,跟着改编整个军队的上层组织, 你看看,以前四总部打烂它,变成15个直属中央军委主席, 不是军委会,直属军委主席的15个下面的不同的兵种, 或者是澳门。 而2016年就成立这个干部考核委员会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都算是新的机构了, 2016到现在都不够10年,是吧? 这个作用是什麽呢? 摆明了,即是说哪些人要上升的, 军委主席当然有很大权力, 但它不会是每一级都去到军委主席,由它来批的。 通常按现在外面一般的理解, 江泽民年代是军长以上的升迁, 要军委会主席是项头签署的, 即是军长以下那些, 这个师、军师、女、团年营牌等等, 那些下级就可以来的了,是吧? 但是你都要经过考核, 于是整了一个这样的干部考核委员会了, 既有升迁,既有考核,你的工作可以不可以, 即是说你不可以有一个顿你冬菇的, 权力是相等于一个去到军委会高层决定以外, 去控制全军裡面的表现。 所以你说权大不大呢? 如果你过不了它这关, 你还怎样去到军长以上其他级别呢? 所以你说这个是权力有没有呢? 肯定有了,是吧? 好了,讲完机构, 大家外界的焦点就不会单单看这个机构, 于是就看彭丽媛他自己未来的能量了, 于是立刻很多人就说, 假如他真的能够进入政治局的话, 他就会是继江青、叶群,即是林彪夫人, 还有邓永超,之后第四位领导人的夫人, 是进入政治局的。 大家要搞清楚,我不会是类比的,即是互相比较, 因为每个情况都不同, 江青和叶群是同一代,同一个时间, 因为种种原因,尤其是因为老公的原因, 是进入政治局的。邓永超就不是, 邓永超在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他没有的。 邓永超是在他后来做全国政协主席, 那一个范畴裡面进入政治局, 所以没有得类比的。外界无论如何, 即是鹏律回会不会第二个江青, 我觉得这些来说,都是外界各有各自己的演绎, 我从来没有先验论的。 不过,又难免令人感觉到现在整体的情况, 即使以前江青、叶群等等, 是不是有些事情是需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呢? 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以及作为一个预防自我本身的警惕, 从一个善意的角度, 我想有些事情又不能够忘记以前的历史,是吧? 所以,如果从一个表演家的角度, 谭丽媛都OK,他都算是有名, 他那时候,邓丽君红的时候,在大陆, 歌在大陆周围传, 但邓丽君生前,即是死之前, 从来没有一次是踏足大陆的, 因为大陆觉得他从小到大去奴君, 跟着他又不认同共产主义等等, 所以邓丽君这歌虽然是全国周围在唱, 日头就老等,邓小平管治中国, 夜晚就小等,邓丽君管治中国的。 当时,彭丽媛都学过邓丽君的唱康, 当然你说交流,彭丽媛又有自己一套。 如果你从一个表演家、 艺术工作者的角度来看, 这个国有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 好了,从一个政要,尤其是领导人的配偶的角度来看, 大家,我只是讲坊间,坊间有不同角度的, 你说我从来没有说将他这些 跟以前什么女后之乱、外戚之乱, 以至你说武汁天、慈禧太后, 我都说不可以类比的, 但是有些是要警惕的。 所以不要将两件事混淆。 以前女后之乱的时候,外戚之乱的时候, 搞到即使唐朝那么强大, 一样后来慢慢慢慢一块一块肉吃了, 即是自己削肉。 所以未来一段时候,我们不知道将会怎样發生, 甚至上彭丽媛是不是会进入政治会, 也不知道,等七月。 但是江青业群当时的一些扰乱宫廷的东西, 不能够忘记的。 先看看江青业群是在1969年, 当时是中共九大, 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进入政治局的。 而当时当然是, 毛泽东当然希望, 因为他当时觉得他还可以驾驭江青。 林彪自己老婆业群, 两个全部进入去, 平衡一下江青等等, 各怀鬼胎, 各有自己的盘算。 那时一个人叫康生, 大家都知道了, 康生现在历史上, 即使中共都觉得他不是一个政派人物。 以前在延安时候搞所谓抢救运动, 其实是整人, 十个人里面要跟他整一个出来, 那时有指标。 康生当时看见毛泽东, 林彪是他大力推动江青业群进入政治局。 这些事情又不是我们作的, 大家可以看回一个回忆录, 一个就是邱惠作, 邱惠作后来同事人帮, 或者他当是林彪, 后来那些人说他, 大家权斗里面是出事的, 到后来他有他的回忆录, 后来亦都有一位叫宋永毅的作者, 是访问过他们, 于是就讲完当年的史实出来。 那时邱惠作或者宋永毅后来说, 无论江青也好、业群也好, 其实是智大财疏, 这所谓智不是行程万里的字, 而是政治野心的字, 他们称它为业余政治家, 业余政治家,就是无料的。 而当时有一种不是很明显, 但是经常出现的就是夫妻档, 无论国级,无论中级, 中级,地方级, 很多是夫妻档的, 这个叫夫妻政治。 后来于是局势又好似宫廷政治那样, 没有外面的人影响不了。 于是成定局了, 当时邱惠来说了一个很精警的说话, 他说我们未来是要处理中央政治。 中央政治?不是中央政治, 是局,是中央政治。 大家都问他究竟是什麽呢? 当时邱惠作都问他, 中央政治很高深, 请总理来多些教导。 周恩来笑笑口地说, 中央政治者其实是处理主席, 即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与江青的关係, 这个就是中央政治了。 大家不禁失笑。 当然当时这些宫廷裡面的日文, 不会传出来,后来传出来, 周恩来已经看到江青一入局, 一定会乱政的。 因为他跟江青都认识那麽久, 江青是根毛泽东, 江青以前也是艺人,电影明星岚平。 他后来跟毛泽东, 他后来都讲有哪一个女士, 会陪着主席革命一世? 是他。 虽然他长征他没有, 但是他都是有他当时的选择。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原来中央政治是指这样的意思。 好了,再看回江青, 他在1966年, 我刚才讲在1969年, 他是入局的。 其实记住,江青是连绕两级的, 他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政治局, 但是由一个普通的党员, 一声就入了政治局。 是吧? 他跟着之前在1966年的时候, 他什麽高层的工职、要职都没有的, 但是他那时候真的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为什麽呢?枕头撞。 中国历来,由古至今很多都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他即使后来毛泽东跟他分地移居, 不是真的正式枕头撞, 但是江青也有他起到的作用。 而且毛泽东当时其实自己心裡面已经有一套了, 于是你江青也是自己配偶, 在那裡讲的时候, 然后呢, 合适的就是听咯。 是吧? 甚至上将那个原意掩藏起来, 将个责任, 如果以后有什麽就推到江青那里, 江青一路搞搞阵。 所以当时是在1966年的8月, 就是8届的十一中全会。 好了,那一段期间江青做了什麽呢? 江青他当时说文化大革命发动是好的, 因为67年发动, 但66年之前已经做很多事了。 好了,1964年, 现在要数回, 1964年到1966年, 文化大革命是吧? 那时候刘少奇还是OK的, 权力都很大, 国家主席。 那刘少奇当时就跟王光美她夫人, 推广的一个叫桃园经验, 在大家学习。 后来就说她是黑经济, 那刘少奇说共产党员的修养都被视为黑修养。 当时1964年的时候, 江青已经向毛泽东告状了。 他就说, 其实刘少奇讲的那个桃园经验, 其实就好像苏联, 当时苏联都是反修的。 黑鲁妖夫等等, 这些不详细讲了。 江青就说, 其实刘少奇在反你。 毛泽东听到, 其实心裡面, 他都记住刘少奇了。 江青继续这样讲, 于是他就听了。 好了, 江青除了争则刘少奇之外, 亦都争了她夫人王光美。 所以到后来王光美被批斗的时候, 有一个场面, 在清华大学, 要他带着用乒乓波做的所谓珠链, 珠链很小粒, 那些珍珠, 他用乒乓波做的, 即是上个, 带着他接受批判。 为什麽这样? 就是因为王光美在国际上, 她真是第一夫人, 是有她自己那种嫌熟高贵。 是吧? 她自己亦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 她出到去, 国际上的舆论是大赞。 当时王光美出去, 都经常有一条很简单的珠链, 江青看起来, 你这麽赞的好, 批斗你的时候, 就整个大的乒乓波珠链。 这些事后整出来的时候来说, 你说是否一些女性去到一些关键时候, 权育的时候, 她就会想很多事情, 很离奇的事情呢? 我这种说法不存在是歧视女性, 我只不过是有个别人去到那些位置的时候, 很可能是其中一种表现, 女性从政, 现在其实是全世界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你看看外国或者香港都出现过女特首。 所以, 这里只要讲清楚一件事, 当时江青那种做法其实是非常封建性的。 除了这个之外, 江青于是继续大力推动毛泽东去搞文革, 因为他这样才可以斗低黄光美。 毛泽东也知道这样才斗低刘少奇。 所以66年的时候便炮打司令部。 所以去到这里, 于是大家可以看到, 江青是什麽高层公职都没有, 又不是中央委员, 但它可以起到几大作用呢?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什麽呢? 就是当时邓小平排名第四, 江青一句说话, 跟毛泽东讲, 飞走它, 于是没有了。 邓小平不再排第四, 押了陶珠, 另一个人押下去。 所以你说, 当时陶珠都跟刘少奇比较亲密的等等。 但是那时未出事, 到后来陶珠也一样出事。 所以去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这个真是某些封建皇朝裡面的一些夫人政治, 在特殊情况之下, 就会产生了一种的恶劣的效果。 跟着文化大学开始了, 刘少奇开始做检讨了, 他都知道, 那个形势没得斗的, 做检讨。 他做那个检讨, 毛泽东看过而已, 可以接受给他过关。 怎知江青说不行, 你那个刘少奇这个检讨不够深刻, 不可以让他过关。 毛泽东听到, 其实我都不想让他过关。 所以大家可以看那个情况。 这个来讲, 江青那些, 你自己找回那些书, 即使大陆公开批判江青那些, 有很多类似的材料都有的。 好了,叶群是怎样呢? 叶群就是因为林彪的身体是很虚弱, 而且是很离奇的, 他很怕冻的。 即使在北京, 夏天他住在毛家湾, 现在那些建筑物都不过改了, 做了政府什么研究所, 什么党史研究室那类。 当时他的屋都是两层玻璃的, 两层玻璃的, 你说隔声有些。 所以林彪, 你说他是用假病来隐晦存在, 还是怎样呢?不知道。 叶群于是代理了很多林彪的工作, 而且他那时候是林彪办公室主任, 你说这些便是夫妻档。 他那时候觉得自己都应该增加了丈夫, 林彪的影响力, 然后自己又可以抗拒。 不是,江青搞完王光美之后搞他, 那怎样呢? 所以这个叶群他后来不断去扩大自己的势力, 包括怎样培养他的儿子林立伙, 跟着跟他选妃,即选择老婆。 但是选择的时候, 这些真的好似宫廷政治那时候, 被他选的人自己都不知道。 大家看看张宁回忆的录, 还有好几个回忆录, 不止当时的事件中人。 总之,大家可以看到, 叶群他本身, 他也都是有后来的人说, 林彪后来出走, 飞机跌了下去蒙古, 温都尔汉, 都是叶群推动, 不走不行了。 找林立伙, 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 林逗逗, 大家叫他乖的林逗逗, 她没有上机。 叶群在1970年建议林彪, 做什麽呢? 你要大力去讲歌颂毛泽东的说话, 这个叫天才论, 天才论即是说, 毛主食是伟大的天才, 或时代的天才等等, 不止四个伟大了,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驼手, 伟大的统帅, 伟大的领袖。 不止这样想, 为什麽她又要建议林彪这样呢? 其实这个就是, 你这样才能保得住林彪的位。 同时, 江青他既要毛泽东, 但是他亦都知道, 你歌颂得毛泽东太紧要, 那个政治性格, 毛泽东会防备你的。 所以四人帮裡面一个张春桥, 是文胆来的。 他不去歌颂毛泽东, 他只会遵照毛主席指示。 那叶群就叫林彪, 你要不断去吹嘘毛泽东, 因为张春桥不做。 那这些就直接是, 宫廷政治裡面的一种勾心斗角。 是吧? 所以,哇, 数下数下这个, 我再一次讲, 没有类比的, 即是当时的情况, 你说宫廷政治很强, 现在你说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了。 邓小平当时在这的时候, 她夫人卓林, 又跟其他, 又没有太多的类似的新闻。 邓永超, 她是周恩来过身之后, 她才进入政治局。 是吧? 所以, 不是以前的事情复述到以后, 但是大家亦都要关注, 这些历史惨痛的经验, 会不会重复呢? 这个是从一个善意警惕的角度。 但是眼前没有人有结论的, 只不过是说外界观察的角度, 就不是纯粹一个新职涵, 那么简单而已。 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拜拜。